大家好,我是文睿,前两年有一首歌,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,是北韩的一首歌,叫没有你,我们不能活,也有翻译成没有他,我们就不能活,这里面这个你或者他指的就是金正安,他这个歌词我简单给大家念上几段,大家感受感受,他的歌中唱道,他亲密的情意在我们心中流淌,无论什么时候呼吸, 兼温暖的心,这话他翻译的有点这个就是不是很明确,我也看了一下那个韩文的原文,好像也不太好翻译,大致大家理解那个意思就行,然后他如天高的人德和信念,带领着我们跟随他生活,没有他就不能活,金正恩同志,没有他就不能活,我们不能活,这个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,听了这个歌词大家有什么感觉呢,会不会觉得特别肉麻呀, 或者觉得这歌他金正恩能接受吗,这按照中国的说法,那是典型的高级黑啊,非常明确的,而且非常夸张的那种高级黑,但是呢这个歌啊,在北韩传唱的这个很广啊,我估计金正恩听了这个也很受用啊,那个当事人吧,他的这个想法可能跟旁观者感觉不太一样, 啊,怎么说呢,比如说大家说,文睿这个非常帅啊,文睿这个口才真好啊,我见过的YouTube当中文睿是最帅,口才是最好的,虽然,我知道啊,这不是真实的,我还是有自知之明的,但是我听到你们这么说,可能心里还是会有点小高兴啊,但是如果一个人他没有自知之明呢,他可能心里渴望这种说法的时候呢,你这么说的时候,他可能就会非常非常受用, 非常非常高兴啊,我今天为什么讲这个事呢,就是这两天看到一个新闻吧,就是这个前香港特首啊,董建华,他在十七号呢,说了一番话啊,说的内容呢,里面的核心一句话,他说什么呢,他说中国出现高瞻远瞩的领导人习近平,这是中国人的福气,我再给大家念一表,他说什么呢,中国出现高瞻远瞩的领导人习近平,这是中国人的福气,我再给大家念一表,他说什么呢,中国出现高瞻远瞩的领导人习近平,这是中国人的福气,我再给大家念一表,他说什么呢,中国出现高瞻远瞩的领导人习近平, 中国人的福气,你看这话说的,大家有没有感觉怎么样啊,前段时间不是有说要把这个清皇大学,改为习近平大学的这样的一种主张吗,等等,还有一些其他的话,今天说习近平的存在就是中国人的福气,然后你再往前走,比如说,再上升到什么舵手啊,什么大救星啊,红太阳啊,再上一步,可能就是没有你,我们就不能活了,基本上就这么一个层次吧, 就是不断的往上走,往上走,不断的向北韩靠拢,习近平呢,可能对这话他也很受用啊,不管你们别人怎么想,反正人家心里高兴,人家互相能升官发财就完事了,我相信呢,就是董建华他说的这个话吧,他不是第一个说的,就类似这样的话,他肯定也不是最后一个,在后面肯定还会有很多人说类似的话,不管你怎么想啊,对吧,你一个小老百姓草根,你的想法根本不重要啊, 反正人家高兴就行,怎么说呢,谈到说这个习近平的存在是中国人的福气啊,咱们看看吧,咱们捋一捋,这些年发生的这些事儿,主要从十九大以后发生这些事儿吧,首先是习近平,他决定要搞这个什么,就终身制嘛,基本上就是这样,对吧,国家主席可以连任,这个就打破了很多中国民众吧, 对于这个自由民主宪政的这种期待和希望吧,然后呢,在这个中美贸易战当中吧,习近平也是连连误判,中国经济呢,就是不断的往下往下走,很多外企迁出,然后呢,直接导致的就是失业人口越来越多,越来越多,那你一失业了,没有钱了,你想那个生活多难受啊, 然后呢,这些年呢,香港这块我就不用多讲了吧,那一桩桩,一件件,一幕幕,对吧,特别是香港年轻人那种痛苦的状态,现在想起来还是让人很揪心,然后呢,台湾这边呢,也是离大陆这边就是离心离德啊,越走越远了,然后国内这边的少数民族啊,维吾尔族也好,蒙古族也好,他们的境遇呢,这咱们都看的是非常非常清楚的,他们的那种痛苦啊,也不是一句话两句话能够表述 清楚的,然后再有,就习近平这些年拿着大量的这个资金呢,到各地去花钱,对吧,国内老百姓还生活的那么不容易,然后再就是今年,这个习近平啊,就是因为他的隐瞒吧,导致中国国内的这种各种各样的痛苦的事情吧,一直延伸到国外,包括现在很多国外的民众也好,政府也好,对中国呢,都有很多的意见,等等吧,就这么几年间发生的这些事儿, 到了这个程度,对吧,董建华呢,他也算是一个年纪很大的人了,对不对,然后当着公众的面,还能讲出这样的话,说这个习近平就是中国人的福气,这个真的是,人家的这个勇气,你不得不服啊,带引号的这个勇气,呃,然后我要讲到这儿呢,可能有人说了,这个文律,你这个你没有很好的这个理解,人家董建华的意思,对吧,人家董建华的意思是说呢,习近平, 他,就是这个加速的作用吧,对吧,正因为有他,所以这个体制呢,可能才会尽快的结束,老百姓呢,才能真正更快的走入到自由民主,或许是这个意思吧,这只是开玩笑了, 董建华他肯定不是那意思,但是很多中国人吧,他也可以无奈的这么去理解吧, 但事实上是这样,就是习近平他做的这些事吧,即便是,或者从某种程度来讲吧,他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这个体制,但是这么走下去的话,一旦这个体制结束的时候呢,可能老百姓的痛苦不会结束, 现在很多事情真的是一团乱麻,都是一个烂摊子,到那个时候的话呢,这个,很多很多事情需要很长的时间,才能给他修补回来,老百姓呢,可能真正要过一段很痛苦的日子吧, 因为他不能平顺过渡嘛,等等吧,反正吧,就是到了今天这样的一个情况吧,我们看到在媒体里,在中国国内,可能真的还是有很多老百姓, 他们还是觉得,对吧,习近平,有习近平在,就是中国人的福气,再这么走下去的话呢,就是没有你我们不能活的那个状态了, 谈到这个福气吧,我也想简单说两句哈,就是说,嗯,你的存着里吧,他这个福气吧,就像人存着里存的钱一样, 大致可以这么比喻吧,我的感触是很深的,这个是我真正实践过来的,就是说你的存着里,钱可能不多, 但是呢,你的这个福气的这个存着里啊,一定要存很多福气和福分才行, 那怎么存呢,就是你不断的做好事啊,帮助别人啊,与人为善啊,能够查找自己的不足啊, 然后修正自己啊,然后多吃苦啊,这样的话你就能够有很,积累很多的福气和福分, 我呢,这些年其实就是这么生活过来的,对吧,我这个存着里面真的,我就实际的存着里面,钱真的不是很多, 但是,我觉得哈,福气呢,还是有几分啊,到哪去办事吧,我就有一种感觉, 哎,总是能碰到好人,不论是中国人也好啊,就是说韩国人也好啊,到哪去办事都是, 很多人都特别热心的帮助我,真的挺让我感动的,我当然我感谢他们啊, 但是另一方面,我想是不是因为我这些年总是在不断的查找自己的问题啊, 不断的去吃苦啊,帮助别人以后积累的福气,然后导致的这样一个状态, 对此呢,就是说我是深信不疑啊,而且在未来呢,我还会去这么生活, 有的时候谈到这个教育问题啊,我觉得教育,怎么教育,把孩子教育好, 一个最好的方法,就是我自己啊,不断的做好人,积累自己的这个福分, 那么我的福分多了以后呢,这个福分呢,就不断能延续给我的子孙后代, 然后可能老天爷就会把他很好的教育好,让他很健康的长大, 当然作为父亲来讲,我还是要用心啊,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因素, 那么如果说一个地区啊,就是说很多老百姓吧,都是非常善良的, 都非常的有福分,那么可能这个老天爷真的就会给他们派一个非常厉害的领导者, 让他们一起啊,能做一番大事业,但是如果说这一个地区的人啊, 道德都很败坏,整体上吧,人素质都很差, 大家都是什么呢,对别人的痛苦很冷漠, 然后对于很多坏事呢,就是保持沉默, 那么到了这个程度的话,那你说你想,你们想得到一个很好的领导者啊, 这个就很难了,对吧,没有福气嘛,对不对, 可能这领导者也是非常非常坏的, 那么这个社会呢,也就真的是挺败坏的, 所以呢,就是在中国这个社会当中,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制度的问题,看到很多这个中共高层的问题, 但是每一个老百姓吧,咱们也得自己反省反省, 是不是我们的所作所愿的,已经让我们的福气变得很少了, 所以呢,我们才不能有那种好运,得到一个很好的制度, 和一个很有能力,很有作为的领导人呢, 是不是这样,今天讲这么多,咱们下一节目再见,谢谢大家。